大家好 這集我們早兩天見到英國一位港標的Youtuber Paul Fox 他拍了一條影片 挺有趣的 所以今天就找華哥和Steven一起跟大家分享 他這條影片的一些內容 挺有趣的內容 Steven 或者你跟大家說說Paul Fox在他的影片說什麼呢 他就收到一些資料 但還未確實 就說英國的AD有新的政策 就說屬客只可以留名三隻標一年 即是現在在說LOW 新客就完全不接受 不接受留標 所以我估計是盧力士想控制供應 是 可能他們都見到二手價格是這樣想 努力士可能都要出手去嘗試穩定這個跌勢 所以就想到這個政策 這些全部都不是我們說的 但是這位英國的Youtuber 他們就有些跟LOW的AD很熟 也是AD的客人 反應給你聽 收到這個E-mail 就說有剛才Steven說的一系列的措施 那阿華哥怎麼看呢 我估計就應該不會 新客就沒理由 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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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做舊客就不行 那新客就一定買不到新標 要買二手 不是 舊客也是一個很大問題 譬如我都認識一些 就真的很喜歡在AD賣的一些客人 他們是說今年來 如果你買了三隻標 你就不可以買第四隻 那都幾是 因為他們可能心目中已經留了 可能有隻什麼冰藍的來給他們 那都在未來的一年來 他怎麼都不可以碰到 那就迫著他可能要在他二手上找 因為他如果繼續給你買 勞力試就不知道你是炒價還是用價 那也是 其實一年三隻都幾多 是嗎 不少了 一年可以買三隻 不是 我想他都要顧及AD的 因為如果是完全給AD賣標 那他就可以撿得了 所以我想他要拿一個平衡 但其實我覺得最終的目標就是 就是想少些標供應到二手市場 因為現在二手市場的標價在下跌 那如果繼續都有供應 那價錢就會下跌得更快 那我想勞力試 就是我猜一下 他是不想有那麼多標 出到二手市場那裏 然後他要維持那個形象就是 那裏構造就很 很堅定 很罕有 OK 就是繼續要製造這個 就是我叫做這個 怎麼說 就是人造出來 Scarecity Scarecity 就是人為造出來 是 因為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之前過百萬隻一年都可以生產到 好 其實現在想減少production 所以所有的供應 不是因為他很難做的機身 或者很難得到parse之類的 這些因素而發生的 而是他自己可以操控 出多一點 出少一點 其實他會繼續做這麼多的標 但是勞力試保持的標 其實一點也不奇怪 是不是 就是他為了達到目標 就要托著價錢 再加上他勞力試也不是什麼上市公司 他不需要為股東去answer 所以他就算一兩年的盈利少了 其實對他自己也沒什麼所謂 是啊 因為勞力試是一個charity 是 是 是 地圖也是 嗯 他沒有股東要交代 是 是 那麼今年就算業績 或者小售跌了 是 是 其實他是 即是他不用要交代 是 是 他今年賣了幾個標 沒有人知道 嗯 即是有很多東西他都不公開 最重要他是看長遠 就想托著價錢 喂 那他這個做法 其實是否都好像在幫助二手市場 去穩定他們的價錢 一方面 我猜其實他都預計到的 這一兩年的經濟環境不太好 是 就算生產維持的數量 我想都會走下坡的 是 你繼續供應每一百萬個標 你要對爆自己 嗯 所以他這樣做也對 因為他生產少了 市場上是有需求的話 那價格應該不會怎麼想的 OK 那他現在這個政策如果是屬實的話 那如果外面 也都是會用這個理由 可能在二手市場那裏 又再第一 穩定之後就反彈 那一定 如果你的消息確實的人 一般收到努力是減產 如果二手市場 就用這個 我不是說他減產 他不放那麼多出來 是 你不知道 因為生產 我猜他應該會生產那麼多 因為他養著那麼多元 他不會停不停 那他不放出來 因為他不自在賣 那他就幫二手市場托價 而且他幫二手市場托價 他就不可以每年都加兩次價 哦 維持做這個所謂加價補值的 這件事就可以維持 對 因為努力士的終極目標 是可以去到PP 是 因為要加價加加加加加 或者是日本版的標 都要十幾十萬 這是他的終極目標 是 其實努力士做這些動作 或者什麼呢 對我來說 我覺得整天都用這些手段去玩 玩那些標迷 玩那些標友 當然也有很多人願意給他玩 因為我最近都接觸了一些標迷 其實他們 其實是什麼牌子他們都不懂的 除了賣 走到店舖裏面就說 這隻賣的二手價多少錢 跌到多少錢 記得要這隻翻 留給我之類的 對這些人來說 他們只是覺得 賣的價跌了 我都很想弄一隻 其實呢 有很多人都是所謂 其他牌子什麼都不看什麼都不懂 只是懂得混合 又想擁有一隻混合 真的挺有趣的 可能他的圈子 每個都是在說這些 都是他周邊的朋友 都好像帶了一隻混合 很有成功感 成就感 跟很多人聊天 尤其是上了年紀 其實很多人都有很多隻 都已經不是 之前買的 全有節買的 嗯 即是一講起混合 其實是兩句講完的 即是第一句反現就說 這麼貴 那些款式出來出去炒冷飯 其實我們有幾十個都不帶 其實講混合 是永遠三句講完的 是的 應該有不同的人 有些曾經擁有 亦都不再去追 玩其他飆 亦都有一些人是完全不懂飆 只懂得混合 有兩種人都有 還有一班人在說 吹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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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講的這句 即是看了幾十年都說很漂亮很漂亮 是 我相信他們都是 即是做這些生意 這些是有利益 有利益 有利益 對 對 有些人還說他的機心很漂亮 打磨得很漂亮 都看不到你怎麼說漂亮 是的 蓋著他的機心很漂亮 是的 或許他都要揭開來看 但沒有跟其他做的比較 是 又說很穩定很漂亮 其實外面有很多都很穩定很漂亮 你又要相比大家的價錢去到哪裏 準繩度又準繩到哪裏 準繩到超多倍或超過十倍的價錢 即是他要唱好當然一定會很漂亮 一定會有他的原因 其實很簡單 你那些翻版標的市場 你去看就知道 容易冒的東西大量 有些是難冒的 你做假標的 都不會冒 都不敢冒 成本高 哦 ok 是啊 假的做到真 是啊 因為太簡單 太簡單 太用而冒 震面那些 你不懂得看的 基本上是真的一樣 是 有些牌子的震面 他真的拿了很多功夫 你要冒不太簡單 是的 所以這個 我們拋出這個問題 亦都想大家去 在我們這條影片下面留言 如果這個政策屬實 大家覺得他心裡想什麼呢 想做什麼呢 想一些 拋米 不要太容易 在AD裡賣到 或者是想托的二手架 基本上他們 有時候我們說 這個炒價是誰造成的呢 其實都有多方面的配合 那麽最大的問題 當然是你的品牌 你沒有可能控制不到 那些貨的交給誰 出貨去哪裏 是不是下了用家手 一清二楚 是啊 所以 我們也都 在其他影片看到 有些人 好像Steven 你昨天都跟我說 好像有些朋友 都開始 其實現在 不是 不玩Low 而是去 玩Omega 好像 是啊 其實我撞到很多 最近去標普都撞到 嗯 轉軟 是 每個人的口氣都是 哎呀 每個都玩不過 嗯 之前 有些少爵步 想轉 轉別的牌子 例如Omega 是 覺得Omega還是雜牌子 我說Omega不是雜牌子 不是 Omega的標準做得漂亮 即是說 機心就不做漂亮 簡直是漂亮一點 漂亮 只是給你看那副肌肉 全部有打磨 是 你說到 什麼都 人家co-exo 一樣做到 無卡道油絲 是 這些已經很漂亮了 就算rei試購的時候 沒可能會贏到 所以 如果 聰明就應該是 追蠻餘 即是 因為這些 LOW有三倍漏出 正如是股票 你升了3% 你還會不會追蠻 那 真是湧是大 stare 中國盤 那 等於買股票中 買的是 сколько 儲紀片 如果大家遇上有很多特價、超送價,甚至舊款都沒有問題 最重要的是那副機身一樣是漂亮的 現在最好是Omega有很多水貨 現在就被人擦乾了 現在你還看到Omega在幼節,不妨又回一隻 遲些我覺得Omega連節都沒有 因為現在好像我們都看到Omega屬於Source Group 他們這些Boutique的政策都是偏向慢慢收窄 Source Group下面的品牌,譬如天梳那些 連天梳都 他的PRS corner 問我要不要 我沒有折 沒有折,天梳沒有折 但不只是天梳,Source下面的品牌都是這樣 即是Hot那些錶是不打算不給折出 所以變成,以Omega來說 遲早也是很少折,甚至乎沒有折出的階段 你看到我們怎麼會有這麼多特價的Omega 就是因為有可能是開始收那些AD 有些不給你折出 所以你沒得賣就拿過來做 拿出來 因為我跟有些錶說 它說Omega的水貨很難拿 是嗎? 因為Omega根本正在收緊 因為知道過往 有些人去報仇看電影錶 就去買水貨 那Omega根本正想 想重新解釋 是的 將所謂的IMAGE和價格 都再控制 控制 不要折到這麼多 所以一個還在折的時候 再另一個 就所謂的倒價 不過倒極都是炒價的話 那大家心目中就要做一個比較了 因為如果真是勞力試用這個新的政策 你走進去AD 是買不到標的 就是之前我們說 倒價會讓它回到正價 回到正價就可以進去買 但如果這個政策是真是熟實 還有AD也跟著 你是買不到的 那為什麼要讓它玩呢 就直接都不要折去 變成二手市場的價格 又會再反彈 那經常都讓它玩 請知道有這樣的消息一定會反彈 但問題是 用家其實很多選擇 在今時今日這個環境 還會繼續折下去 基本上就沒有可能 有一隻牌子還可以說炒 即是如果你這麼差的環境 你拿錢比較穩陣 怎會買一隻這樣的標 那個也對 各樣資產價格都是在下跌 有什麼理由無端端 一隻輪可以不下跌 一隻輪可以不下跌 即是人為 即是很簡單 在這麼差的環境 如果它不下跌 那時候還可以炒 還可以炒得離譜 所以之前去年就看到 很清晰 這隻標不是說得這麼漂亮 即是你拆開肌肉 比較其他牌子 打磨牽放 那你怎麼漂亮 你講到你的肌肉 挺漂亮 很準 香港人一定要擁有一隻 我相信你可抑制了 琴族琴衆的設計一定比普通琴衆 一定比普通琴衆 很低能 很低能 因為樓、股票、Crypto 所有都是 在市場上 是有透明度的 有透明度 即是在平台上交易 但標籤不是 那些標籤不是 那些標籤不是up 那當然沒有跌得這麼厲害 對 即是這件事 又想起 波鞋街 同一個老闆開 全部都可以 都可以去哪裏 其實都是那個老闆 到最後 有一間減少少 你就光顧那間 其實波鞋街 都可以做得對 不只是買波鞋 買飲品 我家裡有兩間店 買飲品是很便宜的 譬如買蒸餾水 兩間都是同一個老闆 街口家是便宜的 街尾的售賣 街頭是便宜的 街頭是便宜的 其實是同一個老闆 其實是同一個老闆 不出奇 你二手保 整條街都是 你不要搞了 可能這樣 這樣 全部都是同一個人 希望大家 都喜歡我們今天這個分享 純粹看到一些外國的消息 還有報導 想跟大家分享 和大家一起去討論這個問題 亦都是清晰些 自己想要買什麼 還有大家聽到什麼 就留言 因為這個Youtuber 有個 看完影片 留言說 美國這件事 都發生這樣 但未必每個AD是執行這樣 如果每個AD執行 那些標的供應 應該會比較少 是 OK 大家擁有的留言 OK 拜拜